什么样的男人会折磨你一辈子 我今天给你讲一个 我的朋友的真实的故事 如果你没有做好心情准备 千万别往下看 真的在现实生活当中 就有一部分这样的男人 他们很顾家 家里的事情他们也做 赚的钱也往家里拿 他们很有教养 对每个人的情绪都能照顾到 所以他会安护你 如果你没有问题了 他可能会说 对不起错都是在我的 你这样都是他自己造成的 你听起来是不是觉得 这是一个很完美的老公了 但是你和这样的男人 真正生活在一起 时间越长 你却会觉得越来越痛苦难受 甚至你想发现 你都不知道该说什么 为什么呢 我给你讲我这个朋友的事 我这个朋友的老公 就是一个完美的老公 人见人夸 就连他的父母都说 这女性非常好 但是我朋友的感觉 却不是这样的 举个例子 他生完小孩出院回家 他老公去叫车 医院有前门有后门 前门离他们住院部太远了 也不让车进医院 我这个朋友就说 前门太远了 我走不了 我抛肤产还没有恢复呢 你要不要让司机 开到进的那个后门 结果他老公就说 没多远的事儿 你走两步 司机开不过来嘛 我这个朋友说 他当时都没有问 司机能不能开过来 但确实他那会儿 就挺虚的 刚做完抛肤产手术 没劲儿吵 而且正好他妈妈 也刚办完出院手续啊 过来了 所以一家人呢 就这么带着小孩 走啊走啊走 往前面走 那天天气特别热 我这个朋友虚的不行 好几次都觉得 自己快要过去了 路上呢 我朋友的妈妈 也不太高兴地说 哎呀怎么这么远啊 你应该把车叫过来嘛 他在月子里 不能这么走 结果我这个朋友 老公立马就说 哎呀妈对不起 就是我自己没考虑到 你说我怎么这么粗心呢 哎呀谁绕这么远呢 哎媳妇你没事吧 就一边这么说着 一边又跟他媳妇说 哎媳妇你再坚持一下 马上就到了 我真没想到这么远 感觉挺好是吧 我再给你举个例子 有一段时间啊 我这个朋友工作特别辛苦 吃饭睡啊 好像都跟不上 有一天就晕得不行了 就女人嘛 又生完孩子 产后没多久 可能就一年左右 就晕得不行 走路走不太稳了 她的同事呢 就赶紧给她老公打电话 她老公第一时间到了 到了以后各种 给她同事感谢 说哎谢谢谢谢 谢谢你们 你们放心吧 一副特别有担当的样子 刚一进电梯 她老公就跟她说 你就是缺觉缺的 你回家赶紧睡觉吧 然后她就说 哦行行行 但是我现在特别饿 你回去以后 先帮我弄点吃的 家里没啥吃的了 我吃完就睡 回家过后呢 她就躺下了 她老公呢 直接又出了卧室 她以为啊 老公是去买菜了 也就没有说什么 直接又睡了过去 大概四五个小时 她突然给饿醒了 睁眼一看 老公不在家 家里什么吃了都没有 她就立刻给她老公打电话 说老公我醒了 你是去买菜了吗 结果她老公说 没有啊 我现在有事 你自己定个外卖吃吧 想吃啥随便点 说完就把电话给挂了 我这个朋友说啊 她真的感觉到了 什么叫病了 连杯热水都没有的悲惨 而且最讽刺的是 她打开手机 很多同事关心她 问她怎么样了 并且每个人后面都说一句话 你老公对你可真好 你老公真好 所以你说 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 你能不难受吗 像我这个朋友 他们结婚快十年了吧 她老公真的 人前一套 人后一套 每天做的事情 让她确实生气的不行 但是她真要烙离婚的时候 她老公 就会发动自己的好朋友 用她的好人设 所有的亲戚朋友来了以后 就会劝我这个朋友 每次来的人 都跟我朋友说一句话 你别烙了 你老公很好了 换一个还不如她呢 再说了 她都跟我们说了 都是她的错 你这样都是她造成的 她让你压力大 她太自私了 你说说 人家都反省成这样了 你得给人家机会啊 两口子嘛 得饶人处且饶人 你干嘛那么计较呢 我这个朋友 当时跟我聊天的时候说 说真的小朋友 我压口无言 我没地方说理 他们好像没有人 懂得我的这种感受 所以你们说 遇到这样的老公 女人的感受 是不是会非常难受 非常心毒 她说的都对 认错态度也很好 特别有迷惑性 可那种迷惑性 甚至会让你觉得 是不是你自己 在屋里取到小题大做 但你的感受是真实的 你心里有毒 也是确确实实存在的 因为你真的知道 她从来没有真正在乎过 你的感受 她所在乎的 只是她自己 在别人眼中 是不是一个好老公 好男人罢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